猛烈火石吞没砖早平房 黑夜中火光刺眼 消防人赶紧布水线灌灸 火石全面燃烧 四周冒出浓浓黑烟 台南市中西区开山路段巷弄内 23号晚间6点54分传出火警 当时60岁正希男子及95岁的母亲都受困在内 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灸 并通知家属到场 虽然火石很快地在14分钟内 获得控制 但两名受困者被发现时 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现场的巷道也非常的狭小 然后里面也堆积非常多的一个杂物 所以说我们在救援上有一点困难 房子的一个最后面找到两位领难者 此者遗体人待进一步相验 起火原因也有待调查 而在新北市板桥区同天下午也发生火警 农营从公寓三楼窗户窜出直冲天际 屋内还能看到火石燃烧 板桥区堵行路二段 一栋七层楼集合住宅 23号下午2点51分发生火警 陆续都有玻璃爆裂的声音 大概有七八分钟吧 就已经灭掉了 消防人员从火城里的两个不同房间 救出一男一女出租房客 年约40多岁 两人被发现时都失去呼吸心跳 索性到院急救之后 已经恢复生命迹象 目前人在住院观察中 记者杨销来关章草文宁 台南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